作词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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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準備好了 這首歌曲叫做《尊定》 就是船靠岸的時候的那個網 謝謝 作曲 李宗盛 林心 祝海 上上 無法逃逃 有時 人 主 爬邊 心路 鼓拌 你無條件 會愛 像是 我們的 存定 在上載 我無愛 說 我會聽 苦強的 面對 我的夢 會唱愛 無法 無法 講 唱 以我 希望的 會 跟 路 向 上 吹我 作曲 李宗盛 謝謝 謝謝 好溫馨 關心手帽 采傑就一直很關心 私自老人的問題對不對 要不要跟大家 因為妳好像連續參加了很多年 擔任大師 其實因為從 其實念書的時候 是念社工嘛 然後後來 出道之後 作為工人物 其實一直希望每一年都可以 透過自己 應該是說 有時候透過自己的所學 然後可以用更積極的方式 去關注到社會需要關注的層面 對 那當然 私自鎮的這一塊 其實一直來 就包括像之前說到那個短片的拍攝 還有這三年作為宣導大師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其實都在這個過程當中 感受到很多 跟學到很多 然後也不斷的發現 其實這是非常 應該是說 在社會部分需要 有更多的心力去投入的一塊 然後包括前一陣子 也才剛開過一個 關於長照的一個會議 所以 也希望透過今天 有這麼多的媒體朋友在現場 然後可以把我們就是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一直在 努力的這個部分 然後可以讓更多社會大眾知道 可是剛才的那個 時大延緩跟預防 你自己就沒有辦法做到 睡眠充足這一件 怕不怕等一下老人痴呆提早 對 就是這一次在做 預防的這一塊的時候 其實包括比如說牙齒保健 我那時候也看到這個項目 也覺得有點納悶 然後但是透過這個短片的介紹 也會有一個很詳細的了解 然後最就是睡眠充足 其實這個是最最關鍵的 我覺得是不只是在延緩失智上面 就是整個人的健康 所以 你還好嗎 是不是太超了最近 而且還瘦成那樣 是刻意減肥嗎還是 是太辛苦嗎工作 對因為就是 對因為就是 今年飛的比較誇張 然後很多事情全部都可能 撞在一起 因為可能比如說拍完了片 然後可能需要宣傳 還有很多所有事情 所以 因為前陣子是 真的是身體出了一點狀況 然後也 真的有一點點太過勞累 所以呢 就也麻煩大家 那個 就是關於那些奇怪的照片 真的 我自己都很納悶 為什麼會拍到那樣的照片 那就 謝謝大家的任何的關心 跟提醒 也讓我 就是 知道還有 能夠更好的地方 要不要那個澄清一下 臉部的那個誇張表情 來喜怒哀樂 給大家知道 現場各位媒體攝影大哥 沒有真的 沒有交感的感覺 要不要澄清臉部的那個喜怒哀樂誇張 沒關係 謝謝大家 那個 就是後面的這個 那個 錄像的 大家可以 Zoom in 沒關係 盡量的 盡量的 沒有 其實 就是 不管 其實每一次被提到的這個東西 其實我說真的 就 我是對 對於 提到同樣名字的 這些 比如說 小燕姐 啊 麗菁姐 我真的覺得很抱歉 其實其實大家是在損我嘛 可是又提到他們的名字 所以我就覺得很 很不好意思 嗯 對對對 要不要聊一下那個酒店啊 你懂嗎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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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 好 我很簡短的說一下 就是因為其實 這首歌呢 是一個 加拿大的一個歌手的歌曲 然後其實我那時候聽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 特別像 明南語的曲調 然後因為 我的 就是我爸爸一直很希望我可以有一首這樣的歌 那 其實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歌完成的時候 我在回家的時候都會跟我奶奶一起唱 那 因為今天的這個 為了要做這個宣導 其實 因為是針對長輩 所以我覺得我非常的開心 就是 基金會可以 讓我有這樣的機會可以去邀請到 天主教的這個合唱團 然後這些爺爺奶奶他們也很願意花時間 然後我們一起來演唱這首歌 因為這首歌的歌詞 其實 我非常感謝姚蓉老師 能夠把我自己想表達的情感 然後因為其實有時候 就是言語上面 有時候我真的會覺得 台語更能夠表達 所以我覺得今天 剛才那個演出 其實我自己滿激動的 然後希望你們都喜歡 采姊是太忙嗎 感情的事情有著落嗎 一起來大家都會在尾聲的時候補上這一集 我就無言了 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大尾魯門2 謝謝 謝謝 你有了 幫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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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